娱乐迪言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迪言 凌晨的钟声响起一年一狂欢的双十一如期而至 当你们疯狂剁手的时候 也有不少的网友 守着各大卫视的双十一晚会来回切换 这边找找谁是真唱 另一边呢看看谁在假唱 一会儿呢 谁的话筒掉了 一会儿呢谁又忘词 四大卫视领协四大电商 各自欢喜 真真假假早已看透 下面一起回顾一下 各大卫视双十一晚会的情况 总体来说呢 别妄想在网上的现场 享受演唱会级别的待遇 真一假假一真 大家笑一下就好 郑爽和杨坤分别参加了两场直播晚会 先是出现在位于凯迪拉克中心的 江苏卫视双十一录制现场 又出现在了位于怀荣燕七湖会展中心的北京卫视双十一超级秀上 虽然都在北京 但是相差了七十多公里 这两场晚会上两人的出场顺序呢 都连在一起 据说他们在江苏卫视演完了后 一同挤地铁 赶往北京卫视的录制现场 下车呢 还扫了一辆小黄车 共赴现场 这年头呢 明星挣点钱呢 也是挺拼的 但貌似利器使错了地方 前不久江苏卫视晚会 他和时代少年团 假唱的热度还没有过去 这又来了一波新鲜的热搜 昨晚呢 郑爽呢 先是和费启明合作演唱了一首新链 后又在北京卫视和王子一同台唱歌 不得不说 爽妹子到底还是厉害 嘴巴都没怎么张呢 声音呢 却这么稳 一路从江苏卫视 杀到了北京卫视 给大家整了一波双十一优惠 假唱买一送一 作为大型假唱直播晚会 男团女团们也挺不容易的 又唱又跳 妈一都快掉到脖子了 唱起歌来 气息乃至音量 既然如此完美 简直呢 不忍之事 黄顺一呢 和杨子这对夫妻档演唱 Mr.Miss的你怎么不上天呢 简直就是实力悔歌 不仅呢 歌名迷惑 歌词更迷惑 你这么丑了 还要求这么多 你怎么不上天呢 这些年你的内裤都是我洗的 你怎么不上天呢 当然呢 全程尬的不是这首歌啊 而是唱歌的人 杨子呢 大概是很少来这种晚会凑热闹 对口型呢 涉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 声音和动嘴的频率完全不一致 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是在假唱吗 中间呢 有一段念白还没有到他唱 杨子呢 就拿起话筒开始噼里巴拉 结果呢 嘴巴在动 话筒呢 竟然一点都没有出声 兄弟果然还是江湖到航太浅啊 这是记错了拍子 假唱呢 需要勇气 真唱呢 也需要勇气 老前辈 这点原则呢 还是有的 唱的难听是一回事 但既然来了 就得真唱 态度呢 是不错的 但该翻车呢 还是得翻呢 陈一旭呢 当晚第一首歌就翻了 开场的第一句就没有在吊上 气息呢 也不闻 直到副歌的部分才找到了感觉 这车翻的有点严重啊 连他自己都笑了 至于李永浩的演唱 大家关注的不是倒不是真唱假唱 而是提词器 这部李永浩的提词器呢 就登上了微博第一 原来李永浩的现场提词器上的字幕 不是一般的大 这是什么操作 很多网友呢 调侃到 虽然眼睛小了点 但倒也不必 当然呢 和歌词杠上的 可不止李永浩 沈腾和玛丽这一组搭档呢 完全唱在了我的笑点上 出场前呢 两个人A气十足 霸气侧漏 结果呢 帅不到三秒 下一秒就扭起了央格 这东北眠 被色一出 瞬间实化 要命呢 还在后面 沈腾呢 开口唱的 竟然是咱们囤里的人 我的老家 就住在这个囤 唱就唱吧 还非要用粤语唱 标着一口塑料粤语的 沈腾和玛丽呢 出场的方式很酷 但后面就有点看不懂了 张杰呢 先是在湖南卫视 唱道望词 后又来到了东方卫视 打起了拳 他和杨超越 这组搭档呢 更是让人看得 全程问号连 首先呢 是歌名呢 很疑惑 我是来揍你的 现场张杰呢 不仅上了拳头 还唱起了戏腔 要命呢 是杨超越啊 一开始呢 是在舞台一旁玩电动 然后呢 再到舞台上 摆几个造型 玩起了切水果 全程表演了个寂寞 他就真的 只是去揍他的 什么也没干 妹妹的心 倒也挺大 还在微博上回应 干灵活 他也干活吧 国际巨星 水果姐 Carty Party 虽然没有能到达现场 也是隔空现唱了三首歌曲 就算是提前录制的视频 看出来水果姐呢 虽然胖了不少 但是嗓音呢 是绝对的一流啊 张艺兴的现唱 炎黄子孙 出场方式也非常的帅气 从天而降 而且呢 身披黄色战袍 有不少的网友呢 都表示 以后金奖 不用找女神了 男神呢 也非常的帅气啊 或许呢 是平台觉得自己当晚明星太多了 所以在腐坏道上呢 显得非常的不走心 色彩搭配奇怪 简直呢 有种走进乡村大舞台的感觉 首当其冲呢 就是潘月明 聂元 钟正涛等人合作的舞台 四个人穿着的衣服 简直不能只是啊 看完呢 不禁浑穿上了个世纪 仿佛呢 广场口大爷们的常备服装 而且演员出身的四人 对于晚会唱歌 更是完全的陌生 能明显的看出来紧张啊 另外一个尴尬到极致的舞台 就是以送小宝为首的东北F4 四个人呢 本来就是小品出身 为了迎合平台 四个人呢 先是出了一个rap歌曲 后又变身乐队唱歌 如果说在春晚的舞台上 见到四个人一起演小品 还能呵呵一乐 这唱歌听起来 怎么都是别妞的 而且四个人 还都是现场对嘴 没有真唱 如果说要小品演员 现场rap 肯定会有说错的地方 因为对嘴舞台的完整性呢 是保证了下来了 现场的歌手 却大多选择了真唱 但不知是不是 现场影响的问题呢 不少的歌手唱歌 都几乎变成了车祸现场 像是欧阳娜娜 在和朴树合作时呢 能明显的听出来 伴奏声音过大了 几乎压过了人生 如果在电视前呢 不把声音调大 就只能听到伴奏声音了 平常说起 毛不易唱歌都是非常的稳 但是呢 这次却马是前提 被不少的网友听出来 唱歌不稳 音调飘 不知道是不是被现场 音响调试的问题连累 也很可能呢 是因为伴舞太过眨眼了 让毛不易呢 一时失了神 当看到毛不易的舞台时 不少的网友都吐槽 都快被伴舞绑架了 也是因为浮化到太丑了 说回歌手的现场 实力派张杰 邓紫棋呢 还是非常的稳 但是作为新生代歌手的 一样千玺 却显得有失水准啊 整场晚会呢 作为第一个开场 一样千玺呢 还是备受期待的 但是在唱myboard的时候呢 一样千玺也陷入了 找不着调的怪圈 可以说是给后面的表演者呢 做了一个不恋人放心的表演 在表演中 不止唱歌成了问题 颜值呢 也是直线下降 在镜头的拍摄下 抬头纹非常的明显 或许呢 是这段时间瘦了 脸部看起来也是沟壑明显 而且头鞋呢 也非常的不适合他 脾气满满的辫子头 并不适合身形瘦小的艺人 样千玺的这次的造型呢 是失败的 但是好在后面还有其他节目 换了造型的跳街舞的 样千玺就是帅的 最后的压轴节目一起挺你 也是不失水准呢 灯光和造型 对于一台大型晚会来说 想不出问题很难 所以值得原谅 但是问题艺人呢 还出现在晚会上 则大可不必了 因此湖南卫视在 同玩举行的晚会中 尽管邀请到男团Rice 但是其中呢 却不见周震南的身影 然而呢 被卷进母亲债务风波 又被曝光 同时约两女性滑雪的 黄明昊 却出现在了晚会上 或许呢 是因为时一整天 脸上热搜啊 发愁 黄明昊脸部显得 像个发面馒头一般 但是好在表演呢 还算是完成的不错 并没有出大差错 值得一提的是 从晚会筹备之初 肖战呢 也被传汇出现在 晚会的现场 结果呢 依旧引来了 部分网友的抵制 有不少的人呢 找到晚会 冠名商平台留言 表示如果肖战出现 绝对不看 也会放弃购物平台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的力量 最后肖战呢 并没有出现 但是值得晚会的是 当晚的节目单 别的平台 都是早早出来 但是该平台 是在七点的时候 才官宣 要知道 七点半的时候 节目就开始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去掉某个节目 再及时调整 节目结构 毕竟呢 已经准备好的晚会 都是牵一翻而动全身 不过请肖战来晚会 所能引发的关注和争议 主办方呢 早该心知肚明 因此也不乏利用肖战溜粉 不关注度的可能 不得不说啊 这年头明星 这点钱呢 也是挺拼的 假唱 跑调 翻车呢 乃是家常便饭 什么人呢 都能拉过来 凑一场晚会 不会唱 没关系 对口型 不会跳呢 也没有事 摆几个动作 反正呢 大家其乐融融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谈什么音乐 乐呵呢 就完事了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